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蓝色的光柱一接触 竟将那光柱硬生生的是顶出了湖面 蓝龙天君目睹此景马上是一声冷笑 身上一下子放出了一股惊人气息 同时短缩的手指冲着蓝色圆薄一阵连弹 是一道黑芒接连射出 并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迹 圆月中清明一下子高昂了起来 表面浮现出了无数白萌萌的符纹 喷出的蓝色光一下子就比刚才粗大的背戏 狂增威能从空中一摇而下 从熔岩当中喷出的那一股绿气不提防之像 竟然瞬间的一闪而灭了 蓝色光柱再次不客气的没入到熔岩湖深处 轰隆一声就响了 整个湖面都为之一掺 似乎刚才一击出其不意之下 竟真的击中了藏身在湖中深处的魔兽的 怎么样 这一下子味不大好笑吧 暖龙天君发出了一阵狂笑 就要再次催动蓝色圆薄呢 发出更多的攻击 可就在这个时候整个洞窟忽然之间呢 一阵剧烈的晃动 随着熔岩湖的火焰一卷而起 竟然一下子晃化成了一片赤萌萌的火浪 滚滚的往蓝龙天君是一卷而去 连附近的寒历和寒骑子呢 也都在此火攻击的范围之内 寒历目光一闪脸色未变 但是足下五色莲花滴溜溜的略一转动 一层齐寒的五色光幕就出现在身体的四周 就将那些火焰轻易的抵挡在了外面 一旁的寒骑子啊 同样是手足未动 附近盘旋十二团寒光只是猛然一丈 也化为了一层寒光将其护住了 倒是一开始出手的鸾龙天君呢 竟在火浪翻滚当中突然之间发出了一声惊怒的低吼 身形骤然之间的被一股无形的巨力 狂击一般的倒射而出 狠狠的撞到了熔岩湖一侧的高大的石壁之上 并一下子身陷树齿之身呢 无数的碎石奉射而出 而在鸾龙天君 原先所待的虚空处 竟然那凭空出现了一只绿燕包裹的杖许大的寿爪 并且将鸾龙天君一击而飞 身躯深陷石壁当中的鸾龙天君 纵然说身上大半衣衫的尽数碎曲 身上却浮现了一件漆黑战架 将刚才猛烈一击抵挡了大半 除了显得颇为狼狈之外 竟只是受了一点小伤 但就是如此 结尾身形齐胖的摩尊 脸色也是一下子鲜红刺雪起来 面上煞气一线 双臂略以挣扎 四周的石壁顿时寸寸碎裂而开 瞬间就恢复了自由了 紧接着他有些恼羞的一声咒骂 三手虚空一抓 黄光一闪之下 一口仿佛三尖两刃刀一般的长柄怪刃 一下子就浮现在了手中 随之身躯啊 黑气缭绕的猛然一丈小半之巨 两手共同握着怪刃长柄的 朝那只绿燕巨爪闪电般的 却一转而去 一刀黄色光芒是一击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 就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横跨了数十丈远 到了寿掌面前处并狠狠的一举而过 那只寿掌啊看似巨大 但是呢却出乎寻常的敏捷 猛然之间一模糊正一闪 没入虚空不见了 黄色任盲的一举而过 却堪堪的展到了空处 不光如此啊 下方的熔岩湖面 一见波涛汹涌 一直被绿色模艳包裹的 庞然大物从熔岩中一冲而出 足有二十余丈之巨啊 口中发出了类似牛叫的低沉的吼声 附近的寒厉和寒奇子 几乎同时身形移动的 向一侧退让而去 但是一个两手一搓一扬 无数灰蒙蒙的光纯击射而出 另一个呢 身旁盘旋的十二团 航光当中的两个团 不然一声问响的 直接向怪物劈头盖脸的 打了过去 这一飞射而出啊 就泛起了一层层的白色的冰环 仿佛其寒无比 但是身处绿燕当中的魔兽 却只是硕大的头颅猛然一摇 身上的绿燕呢 顿时就化为了一层层的绿色火木 无论说 寒厉的灰色光环啊 还是哪些冰环 一接触之下呢 竟然遇到了克星一般的 纷纷溶解消失的 杭力见此情形 心中是微微的一领啊 要知道 他的原词神光 可是能克制五行之力的 竟反而被眼前的绿色的模样 如此轻易的化掉的 这实在是一件 大出奇预料的事情 不过寒其子啊 放出了两团寒光 却似乎另具有什么 诡异的威能 被绿燕一卷之下 竟突然之间的 白光打放的扑 我开了绿燕 直奔里面的魔兽 本体一刺而去 但是那魔兽 只是一声哼哼 默然之间从口中 喷出了两道黑气 和寒光一转之下 竟将他们一下子还原成了 两杆青帆 从高空直楼而下 寒其子目中 湿丁之色一闪而过 但是马上两手 从下方虚空一抓 顿时掉落的 两杆金帆一颤之下 化为了两道白光 冲其击手而回 并一闪的呢 没入其身躯当中 不见了踪迹 这个时候 绿燕当中的魔兽啊 一声怪吼 整个渡窟当中 冷人之间 温度周人之间 就狂生了背雪 一颗颗赤红的火球 密密麻麻的 在其身躯附近浮现而出 就要冲一干人等的 发起攻击了 可是此刻 在更高处的黄发大汉 和紫发女子 却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大汉口中念念有词 一手呢 冲漫天的古镜残影 只是一点顿时 所有的残影 一针一臂不厚 竟同时之间 从中喷出了一道道 黑色的雷电 焦织闪烁之下 化为了一行黑色雷网 却一落而下 而紫发女子呢 则面无表情的只是将 手中的黑色藏起 往下方 猛然虚空一扎 顿时冰院上 原本若隐若现了 最大的黑虎的虚影 顿时爆发出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大吼 随着化为了一道黑光 飞扑而下 黑光所过之处 虚空为之扭曲啊 只是一个闪动 就出现在了魔兽阵上方 那些密密麻麻的火球 竟然没有办法阻拦分毫了 但是下方的魔兽 却只是将身躯是 微微的那么一抖 深圳的绿燕呢 骤然之间一炸 竟然幻化出了一条 绿蒙蒙的双手火蟒火像 一团之下 立刻就和魔虎虚影 纠缠到了一起 二者虽然都不过是 魔体幻化而成 但是扑腾不过之处 真正呼啸嘶嘶嘶声 发出不断啊 仿佛真的是 两头猙獰的魔兽 在撕打不停啊 至于那一层 诡异的黑色的雷网 在魔兽一催之下 虚空当中浮现的 赤红火球 立刻暴雨一般的 全冲空中急射而去 在无数爆裂的 红光当中 竟硬生生的将 雷网拖在了半空当中 而没有办法落下 封毫了 这一头魔兽不愧为 魔尊后期啊 竟然一时呢 以一己之力 而立抗大汉等 庶民魔尊 还未处下风 可是这片刻的坦克呀 轮隆天军 身形一个晃动之下 就一个模糊 出现在了魔兽 上方的虚空当中 面来煞气之下 突然单手一拍动提 一声嗡嗡过后啊 竟从腹中 一下子喷出一宝出来 只见此宝 只有数寸大小 仿佛一只小骨 但是通体血红 表面铭印着 无数层 血花状的 诡异的符纹 轮隆天军啊 单手只是 往骨上轻轻一拍 无声无息 但是附近高空中啊 瞬间阵阵寒风呼啸 片片鲜红的血花 是一下子纷纷扰扰 凝集而出 无天盖地的 朝下方密密麻麻的是 一落而去 这血花看似不大 才是那些炙红的火球 一和这些血花接触 竟滋滋的瞬间而灭 一股奇寒之气 也充斥了整间 熔岩湖的上空 一下子将原先火气 几乎为之 驱散一空了 与此同时呢 寒丽目光一闪 食指冲魔兽连弹而去 痴痴的破空声过后 食道轻蒙蒙的 剑光一闪射出 直奔魔兽一转而去 而寒其子啊 一声冷哼 身上金光 一下子大声而起 一只洁白的手掌 在身前是虚空一画 顿时呢 一座金银冰山浮现而出 开始不过 帐气来大 但是片刻之后 就化为了数十张高 在魔宫一催之下 轰隆隆的 冲魔兽一发而去 在这一瞬之间的功夫啊 韩丽三个人同时 冲魔兽 花起了攻击了 不过这一次的出手 明显的和刚才的试探之意 那是截然不同的 三者都动用了真正的神风 深处绿燕当中的魔兽 似乎也知道不妙的 吼中一声低吼啊 身上绿芒一丈 是滚滚冲向了空中 而本体呢 却一坠 向下方 熔岩湖落去 想再躲回其中 在那个时候 四周藏身魔剂当中的 白云星六人呢 却各自掐掘 激发了巨型花阵 顿时啊 直接黑气当中 冰戈之音 一下子大起 随之无数的雪白的刀光 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式 击舍而出 在熔岩湖面上 形成了一座 风雨不透的刃网 将魔兽返回之路 一下子给堵住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 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些道光啊 每一道呢 都泛着 纷然的寒光 并隐隐没有 凄厉之声发出 一看 那就是犀利无比的模样啊 纵然说那头魔兽自试是 肉身足够的强横 但是呢 也不可能轻易的 一头闯其中 当地身躯一顿 就停在了半空当中 雪花 冰山剑光 三者微能 合一之后 已将阻挡的那股绿燕 一破而开 轰隆隆的 到了魔兽头顶处的 这头魔兽啊 不愧为 魔尊后期 身处这般危险境地 非但说没有乱了手脚 反而好像一下子 激起了他心中的凶性的 藏起一张大口 身上包裹的绿燕 竟一卷之后 轮归到海般的 被其禁术 吸进了口中 献出了本体真容出来 这个竟是一头 路手牛身 狮爪的 猙獰的怪物 此怪物呢 将通体的绿燕 尽数吸入之后 一身怪名啊 头颅略一扬 竟忽然攀出了一块 绿蒙蒙的石砖 迎风一让之下 化为了一堵 绿燕翻滚的巨大的石墙 将小半天空 都尽数遮住 雪花 剑光 冰山在下一刻 就一起 都积在了石墙之上了 一阵连绵不绝 刺目光芒和剧想过后 除了让墙上绿燕 一阵翻滚的 暗淡了几分之外 竟丝毫的 没有让石墙本体的 晃动封毫啊 这一幕 让在场的几名魔尊 都是脸色一变 黄绿双目一眯 脸上也露出 绿丝差异的表情 他刚才射出的剑气啊 探似不起眼 但是犀利的程度 丝毫不亚于 青竹风云剑本体 平常遇到一些品阶 稍低一些的法宝法器 都可以说呢 是一展两截的 虽然说并没有指望 这区区十类道剑光 就可以斩杀魔兽 但是被眼前这面石墙 如此轻易的就挡下了 还是大出意料啊 这个时候 紫发女子脸色黑气一起 口中木然发出了一声 玉耳的清明 手中长颈一抖 进出下方 狠狠的一口而去 一声刺耳的爆鸣 黑色长颈一晃 巨大了数倍 化为了一道 十几丈长的黑红 一闪即逝的 横跨数十丈的距离 狠狠的扎到了石墙之上 瞬间的功夫 天崩地裂般的巨响 就传了过来 整个虚空围之一晃 接着一轮黑色的骄阳啊 在空中浮现而出 汗似肩不可摧的石墙 竟然一声脆响 裂开了无数的细块 仿佛在下一刻呀 就要寸寸的碎裂而开了 此发女子见此情景的 美眸当中闪过了一丝喜色 那头鹿手魔兽啊 再次一张口 一股青涩的光焰一起而出 没入到了石壁当中了 石壁顿时 轻艳高涨 表面原本裂开的裂缝 竟然飞快地弥合如初 重新变得坚不可摧起来 此发女子脸色一沉啊 魔宫一催之下 长脊在石墙外呢 是再次的还原而出的 并一晃地画画出了 无数巨大的脊影 暴风骤雨一般的 冲石墙是狂踢不已啊 另一边的黄发大汉 掀到这一切 和手中的法掘一变 空中的柏鱼面古镜残影 雷鸣之声大气 再次喷出了上百道黑色的雷电 交织一鸣之下啊 竟然幻化出了一口 遍布电光的黑色雷电 足有十一帐长 直奔下方虚空 一点而下 一道道黑色的电弧 仿佛无数黑蛇一般的 从虚空当中纷纷落下 踢在了石墙之上 将那些绿影呢 硬生生的 是震散了多半 寒骑子也冲下方 冰山虚空一点 此山一个晃动 就在原处不见了踪迹 随之啊 魔兽背后波动一起 冰山从虚空当中 一下子闪现而出 卷起了一股寒光啊 直奔 魔兽后背一发而去 巨大的冰山 尚未争落到石处 一股无形距离 和晶莹的寒光 就先是一卷而至了 反正就在这一瞬之间 那头魔兽却猛然之间 抬起了一只树爪 往山前虚空一拍而出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魔兽爪子 竟一下子没入了前边 虚空消失不见 而在魔兽身后处呢 一只仗许的绿燕巨爪 一闪诡异探出 竟抵挡住了 砸过来的晶莹的冰山 一声问响 晶莹的寒光和绿色的魔燕 同时一仗爆裂而开 冰山更是一阵的倒射飞出 而那只绿燕受爪 一闪再次不见了 寒骑子目光一沉 一手冲下方西空 继续连扁而出 冰山一顿止住之后 就毫不迟疑的再次 出魔兽呼吓的杂趣 与此同时 鸾龙天军操纵的那只血色的小鼓 也开始发出了 低沉的嗡嗡之声 从空中的飘而下的血色的雪花 一凝之后 幻化成了无数的血色冰锥 咒语一般的 出魔兽积舍而去 这些血锥积在了石墙之上 爆发出了团团血光 并散发出了一股腥臭的味道 下一刻 石墙表面就现出了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凹坑 血锥像似乎剧毒无比的样子 那石墙证人说神奇无比 但在如此多的攻击之下 也呈现了不知的状态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56回